從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爬到住宅樓頂 鬼鬼絲碎捏手捏腳 小心翼翼前進 然而他正準備行竊 擁有一身攀爬本領 卻犯下20機器住宅竊盜 更在雙北地區到處躲藏 早已被警方掌握行蹤 8號下午嫌犯在新北三重區一家超商前 輕鬆自在的滑手機時 警方確認身份後立刻上前盤查 再來看一段當時的畫面 一看到警方嫌犯快嚇壞 一度企圖逃走 但不敵優勢警力仍狼狽落網 帶你聽段訪問 犯嫌於本月8日17時許在本轄活動 立即被本分舉成立之專案小組掌握行蹤 派遣警力實施為捕 附嫌於盤查時使用包地之身份證字號 企圖混淆遠景 為能照遠景識破 證明嫌犯身被5條通緝和20幾條竊盜案 全以違反詐欺竊盜毒品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監署偵辦 100%